微信8.0抢先体验 表情包还不是最大看点 这一功能等了十年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谢谢 原标题 微信8.0抢先体验 表情包还不是最大看点 这一功能等了十年 今天是微信十周年生日 当大家都在回顾微信过去十年更新的点滴之时 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下午18点左右 微信iOS版开始分批推送了8.0的更新 而此前iOS版本 微信最高版本也才是7.0.22 版本号跨度之大 十分罕见 微信8.0的启动页 不过对广大微信用户来说 微信8.0的大版本更新 绝对称得上是合格的生日礼物 在发现更新后 小雷有幸成为了首席获得体验资格的用户 而我们也第一时间进行了对比体验 为大家送上了全网首份的微信8.0体验评测 可以添加状态 喜怒哀乐表达更加准确在微信8.0版本中 在我的页面可以选择状态功能 在打开的选项卡中 我们可以选择心情状态 工学学习活动和休息几类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其他选项中 手动状态 甚至还能拍摄照片作为背景图 添加文字描述或者话题信息 位置信息等 在小雷看来 这一功能的最大价值在于更直白的让对方知道 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是工作中还是在休息中 是否方便进行沟通等等 微信诞生之初一个重要的理念是实时在线 不像QQ那样区分在线离线 这样做固然有它的好处 但也带来问题 不方便接收信息的时候 对方也无从得知 有些人会修改自己的昵称 例如添加飞机出行中得后缀作为提醒 但这始终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如今加入状态功能后 相当于官方提供了展示当前状态的渠道 如果处于不方便接受消息的状态 对方也能直接知道 此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设定 如果你和好友都设置了相同的状态 那么我们还能在该状态下看到同样设定的好友 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快速筛选好友 进行高效沟通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状态功能只有同样升级到微信8.0的好友才能查看 对那些还没有用上微信8.0功能的用户来说 是看不到任何状态的 下拉菜单不再是小程序后花园在新版微信中 主界面的下拉菜单不再是小程序的后花园 而是像安卓手机一样成为了一个通知中心 简单来说 我们可以见到刚刚听过的音乐 未看完的文章也出现在了下拉菜单上 在7.0版本中的搜索栏被隐藏了起来 现在需要点击更多按钮才能出现 这一变化出现 确实令人感到意料未及 从另一方面可以见到 微信已经清晰的认识到 自己是一款超级APP 将下拉菜单这么重要的位置作为小程序专属 确实不合适 现在这个改动或为合理 表情包大改 彻底去QQ化 如果对微信的发展历史有一定了解 那么一定知道 最开始的微信默认表情包 其实就是QQ上的那一套 也就是大黄脸 在后续的更新中 微信逐渐的修改了默认表情包的风格 和QQ形成了一定的风格差异 而在微信8.0上 默认表情包再次迎来彻底性的改变 在美术风格上添加了更多阴影 而且线条也变得更加椭圆 和QQ上的表情包相比 更显得与众不同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新的表情包在表情细节上 也有一定的调整 但对于这样的调整 似乎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有的同事觉得改得难看了 有的却表示更喜欢全新的默认表情包 当你在群聊中使用全新的表情包 还会有特别的效果 例如发送炸弹表情 那个炸弹真的会在聊天窗口中炸开 出现爆炸效果 甚至手机还会随之震动 但想要体验全新的静动态表情 那么肯定得更新到最新版本 否则的话 无论是在手机端还是在PC端 都无法看到全新的表情 不过也有网友指出 微信8.0的这一套新表情 包括动态效果早就在QQ上实现了 但放在新版微信上 始终是带来一些新鲜感事部 全新的浮窗功能 确实更好用了 此前张小龙在微信公开课Pro202E上表示 浮窗功能将会有一定的变化 而在微信8.0上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这一变化 以微信公众号文章示例 点击浮窗功能后 文章窗口会被压缩到主界面的左上角 图标也经减至两个小圆点 点击双小圆点 微信主界面会向右移动并露出浮窗窗口 我们可以一次性的在微信复义屏中 选择需要阅读的窗口点击打开 也可以删除 简单来说 新的浮窗功能就像是将安卓手机中的多任务后台 整合到一起 浮窗化的页面变成了应用卡片 从结果来看 全新的浮窗功能实用性大大提升 而且使用逻辑也更加合理 过去的浮窗化文章会占据一定的主界面显示空间 影响我们操作和阅读信息 现在的方案不仅不占空间 而且在同一显示面积下和显示的文章数量更多 显然是更合理的呈现方式 一些细节更新在微信8.0中 使用QQ音乐分享内容给好友时 可以见到分享的界面出现了一些变化 点击分享的音乐 然后退出到聊天界面时 音乐会以浮窗的方式停留在界面的一侧 同时 在分享的音乐界面中 我们也可以基于此音乐进行创作 这给我们传达的一个重要信号是 未来腾讯系的软件在微信之中会有更多的联动关系 但后续哪些腾讯产品会在微信8.0中发挥怎么样的作用 值得我们保持期待 功能的新意不如版本号跨度那么唬人 按照微信的风格 他们肯定不会在一个大版本中将所有的新功能放出来 比如在微信7.0时代 一些功能也是陆陆续续更新了两三年 简然在8.0时代 他们也会以这样的方式去部署更新 目前来看 微信8.0的新鲜感也仅限于此 正如新版本的Slogan 我看见 你看见的那样 状态功能 恐怕就是微信8.0版本的最大看点 而其他的新功能 不过是旁之末节 目前微信8.0版本仅限iOS用户体验 而且也不是全量推送而是分批推送 换言之可以体验到的用户其实还算不多 此外 按照过往的经验 安卓版本的微信8.0会有一些iOS版本没有的新功能 但安卓版本会什么时候进行测试 我们也没有收到相关消息 不管如何 微信8.0的到来算是为微信打开了一个新时代 在10周年这个关键节点上 我们更希望微信可以多听用户的体解 以基础体验需求出发去做好产品体验 毕竟以微信当前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在没有带来革命性更新的大前提下 把基础体验做好也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升级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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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